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要靠导游执照 他要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 带您一块来看 大大的水煎包开锅时相味四溢 不往的路人都忍不住停下来 等着着外表酥脆 内馅饱满 一颗才15元的水煎包 老板娘吴云菲经营这个小摊子 钱可能赚得不多 快乐倒是赚满满 除了卖水煎包可以是一份工作 然后可以是一份事业以外 会认识很多的朋友 就人脉方面开始扩展 就觉得过得还蛮快乐 活泼的他研究起水煎包很认真 内馅有大众口味的高丽菜和韭菜 还有特别的酸菜 因为他不是只想卖水煎包 而是当作一件重要的事在做 因为小朋友现在慢慢长大了 然后我觉得可以放手 然后就希望说 在这边土地上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我现在是把自己当成块海绵 就是尽量去吸收水分 吸收养分 准备要什么 先过来点一下好吗 吴云菲总是想着如何学习新东西 要考厨师评级证照 年底还要考导游证照 希望凭借自己粤语的优势 以后可以在台湾接待说广东话的旅客 在下一步 有葡萄牙血统的他 就要去世界各地到处飞翔